陳國邦被飛, 王浩然不評論, 但感可惜 昨晚王浩然出席TVB長期服務頒獎禮 他透露日前才跟好友陳國邦犯罪 亦有談及阿邦被人飛出旅遊節目和劇集的話題 但作為兄弟, 加上不是當事人 所以他不方便評論事件 他又表示, 包青天內的公宣冊很有發揮機會 亦相當適合阿邦去演出 他被逆角當然可惜, 但當事人的心情不算憤怒 只是這樣可惜 陳國邦的心情又被人飛出旅遊節目和劇集 其實前兩天吃過飯, 但沒有刻意 當然他有說這件事, 我們的兄弟也回應了 你問我, 如果一件事發生了 他本來也不方便評論, 當然是有不開心的 這是正常的, 因為他也是很喜歡拍攝的 當然他在我們幾兄弟之中, 阿搶就到了他 大家反而覺得他是一個… 我覺得又未去到長輩一個哥哥 即是我哥哥, 甚至乎我自己演戲 很多事都會請教他 當然希望他能夠多一個平台 讓他表演 最主要是, 其實不是說甚麼官方說 真的他的接觸不是我經歷的 即是牽涉的人我是不知道的 過程我是沒有他… 即是那個… 如果我是他經理人, 那我可以去說吧 但很多時, 言語間他們怎樣運作 我是不知道的 在於我的立場, 只是覺得 本來知道阿邦可以拍攝的 但現在沒有了, 當然覺得可惜 我們只能覺得這樣 因為真的很難去批評